同學我們來看2-1 邏輯集合與技術問題 首先來看假邏輯的簡介 邏輯的簡介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部分 我們在數學裡面 要判斷對與錯的語句我們稱為敘述 如果來如這一個三角形三個內角合為180度這是對的 1加2等於4這是錯的敘述 我們接著來看 我們常用而且的且與或兩個來連接敘述 且與或你來看兩個敘述p跟q的時候 p且q才是對的敘述 否則就是錯的 我們常用p在這個符號 尖尖的朝上的q表示p且q 當兩個敘述p與q 至少 一個對的時候 p或q 才是對的 否則就是錯的 我們常用p在一個尖尖朝下的這個q 表示p或q 比方說 1加2等於3 9減5等於4 這兩個是不是都是對的 所以用且的時候是對的 1加2等於6 且9減4 9減5等於4 其中1加2是6 這個是錯的 一個錯的一個對的 所以它不是兩個都對的 所以這一個用且來連接這個整個敘述是錯的 再來第3個 1加2等於6 或9減5 等於4 這連起來的敘述是對的 你會跟我講1加6不等於6嗎 但是9減5等於4 這兩個至少對一個就行 那1加2等於6 9減5等於8 兩個都錯 當然這個敘述 用或 也是錯的 好我們來練習 1加長方形 都是正方形 1加3 正三角形 都是等 1三角形 並 3大於5 我們來看看 1加對不對 1加長方形 都是正方形 這句話 其實 怪怪的 應該是說 正方形 都是長方形 長方形 不一定是正方形 1加3 正三角形 都是等 1三角形 是對的 如果反過來說 等要三角形 一定是正三角形 就錯的 丙呢 3是大於5的 錯的 3應該是小於5 所以我們從這三句話 甲是 怎麼樣 甲是錯的 乙是對的 丙 是錯的 對不對 接著我們來看 甲 乙 乙是對的 那甲且乙 甲跟乙 兩個甲是錯的 怎麼甲且乙 也是錯的 應該是說 乙 或 丙 是對的 所以這個答案 由 或跟且的話 答案是2跟4 是對的 有些數學式子的意思 是指一個 含有 或或且的敘述 比方說 A跟B相乘不等於0 表示A不等於0 而且 B也不等於0 那 AB相乘等於0 的話 表示 A等於0 或是B等於0 A等於0 或B等於0 可以 A等於0 也可以 B等於0 也可以 兩個 都是0 再來 x 大於1 小於2 這個的意思是 x 大於1 而且 x 小於2 再來呢 x大於等於3 這個意思是說 x等於3 或 x大於3 因此呢 3大於等於3 是對的 一個敘述的否定 會形成另外一個敘述 這個 新的 這個敘述P的怎麼樣 否定敘述 我們用這個很像波浪一個 符號再加一個P 我們讀作非P 敘述 來P 如果是一個 2是整數的話 非P 就是2不是整數 顯然的P是對的 非P就是錯的 反之 P如果是錯的 非P就是對的 我們來 寫出 這個 否定敘述 大華 是 黑頭髮 而且 黃皮膚 這個否定是怎麼樣 大華 不是黑頭髮 或 不是 黃皮膚 小明 騎車 腳踏車 或 走路 上學 如果否定的話 小明 既沒有騎腳踏車 且 沒有走路上學 好 所以我們來看 第一個 用且的規定 否定之道 兩個 其中 有 一個 被 否定掉 就可以否定 這一個了 所以呢 大華不是 黑頭髮 或不是 黃皮膚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要否定 或的話 是要兩個 都要用 且 的否定 所以呢 小明 不騎腳踏車 且 不走路上學 所以這邊而言 我們來看 Dimorgan 這一個就是 P且Q的否定 就是 非P 或非Q 那 P或Q的否定 是非P 且非Q 所以我們寫這一個來練習 X等於2 或X等於3 這一個的否定 是不是 X不等於2 且 X不等於3 那X介於 1 跟2之間 X大於1 小於2 我們的否定 是不是 X 小於 等於1 或X 大於 等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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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2